各位頂戰友大家好,我是梁亭英牧師 今天有一個特別的消息想跟大家分享 以及一起去祈禱 幾天前,大家聽新聞都知道 這一名已經被扣上手扣的黑眼男子 被一個警員用膝蓋會不會這樣壓住頸 以致窒息死亡 而場上的另外三名警員都沒有去制止 之後引發了全國性的示威 而示威當中也都包括了一些暴亂、搶掠、破壞 已經有幾個人因此而被殺害 涉及的警員已經被控以殺人的罪被拘捕 但抗議活動還未平息 很多城市都在實施宵禁 George Floyd的死亡不單止令我想到美國這個國家的種族關係 更加令我聯想到香港過去幾個月發生的抗議活動 以及警察所用的武力問題 每天教會是追求公義、和平、合一的群體 我作為教會的張牧師有以下的一些宣告 我宣告每一個人都是上帝用他的形象去做的 不論是哪種方式的歧視都是上帝所厭護的 因此每一條生命 不論是甚麼膚色和背景 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寶貴的 我盼望大家祈求不要有更多人 因為這件事受傷害甚至死亡 我宣告上帝是公義的 我盼望大家祈求他為George Floyd彰顯公義 以被捕和涉事的警員 以及被殺害、傷害或蒙受損失的 亦都必須得到司法系統公平的對待和申冤 我宣告上帝是慈愛的 我盼望大家祈求安慰 在這件事裡面和引發的混亂當中 祂能夠安慰每一個受牽連的人和族群 我宣告上帝是美國這個國家的上帝 我盼望大家為這個國家祈求平安 疫情未退、社會動盪 實在需要他介入去叫這些事盡快止息 全國能夠再一次復和 我宣告上帝是掌管歷史的 我盼望大家能在討告當中等候上帝的作為 無論是在什麼地方 祂會隨聽我們的討告 為每件事開拓出路 我們這樣討告是奉耶穌的聖名 阿門 有人信百物都可吃 但那軟弱的只吃蔬菜 吃的人不可輕看不吃的人 不吃的人不可論斷吃的人 因為神已經收納他了 一個初期教會基督徒爭議的問題 是可不可以吃肉 當時在市場上面 信徒可以買得起的肉 通常都是外邦神廟 曾經拜過神那些二手肉 是神廟用來賺錢的方法之一 問題是基督徒可不可以買這些肉 新鮮肉那時候是非常昂貴的 他們買不起 但是拜過神的肉 他們有些覺得好像屬靈裡面被沾污了 可能還有些人會提出 其實買這些肉是變相之助外邦神廟 有些不對 但是有些人反對 覺得外邦的假神根本不存在 怎麼能夠污染任何東西呢 在市場上面有不同信仰的人 我們怎麼可以不跟外邦人交易呢 寶羅怎麼說 寶羅沒有批評那些吃肉的人 基本上他同意他們的理由 既然他們的良心沒有責備他們自己 寶羅也都不批評他們 寶羅只不過是提醒他們 當作他們有些不是跟他們一樣信心的人 可能會在這個事情上面有困擾 所以為了這些信心軟弱的肢體 他個人寧願避忌一些 個人選擇就不吃肉了 今天我們怎樣應用這個原則呢 是不是為了沒有信仰和初信的人 我們就什麼都避忌呢 又不是一定的 Irene和我結婚之前一年去找擺酒的地方 柳英倫十月天氣通常最好 1997年聽說是好年 所以酒樓都排滿期 去到一間酒樓 部長對我們說 除了十月四號 全部都已經有人預約了 廣東人就明白原因 Irene和我想 有什麼不好呢 基督徒百無禁忌 對我們也好 對這間酒樓也好 對親戚朋友表白一下 不要那麼迷信 更加好 簡直是一戰三竅 當然這個是例外 十次有九次 在信仰生活當中 不是這樣的 為了肢體的緣故 我們有時候會碰到一些 對我們生活方式 造成不方便的地方 但這個是個人的選擇 最重要的是至少不要互相批評 神給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們就應該盡量彼此接納